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換句話說你看這個故事 它有多量性口早生或起的基因 但是它瘦的時候不會發病 可是它懷孕之後增加20公斤 50公斤變70公斤之後 這個基因就爆炸 就發作了 所以換句話說從這個故事 我們會告訴我們說 告訴我們病人說 你就把體重拉到BMI 22到24 你即便是有動腦性腦袋症候群的基因 你還是可以控制這個惡魔 我覺得這個太棒了 因為真的確實很多人家裡頭有家族病史 我們家有糖尿病家族病史 那怎麼樣不讓它找上你呢 你體重控制就是最簡單 而且你自己知道嘛 BMI怎麼算 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就不要讓自己過重 過重它可能就會誘發出來 而且可能只有兩個講法 蔡醫師剛才講的是另外一種是 糖尿病人容易有動腦性軟症候群 可是今天有另外一個講法是說 有些人他是先得到 冬腦性軟症候群 之後慢慢變成糖尿病 因為他們原理都是一樣 誰造成誰不知道 因為重點就是 最後都是一個胰島素過高的情況 造成男性荷爾蒙過高 今天你糖尿病的病人 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 你如果血糖沒控制 你體內的胰島素濃度會很高 它會容易誘發 就像你已經有這個基因在 就會容易誘發 你有冬腦性腦袋症候群 可是今天你是個冬腦性腦袋症候群 可能你很早就發作了 可是你都沒有辦法控制 慢慢慢慢你也容易變成糖尿病 所以現階段大家都認為說 我們今天都是在講多囊卵巢 好像嚴凶都是在卵巢 但事實上多囊卵巢 是一個十八歲到六十八歲的疾病 他可能十六十八歲的時候 因為青春痘症 長鬍鬚去找皮膚科去除毛 或者雷射除毛 或長治療症症症 二十歲可能因為夜勁不歸雷 再找副展科調經 二十到三十歲可能 因為不容易收音或容易流產 來找我們求職 四五十歲之後 代謝症候菌來了 糖尿病 子宮內膜癌 乳癌 都來了 所以它是一輩子的疾病 所以有人認為說 不行這樣改名字 改成MRS 就是所謂的代謝生育症候群 代謝生育症候群 這樣有兩點好處 你不會給一個十六十八歲的女孩子 標籤話說 你是多男性暖子症候群 他會接受不了 第二個就是說 讓一般的婦女知道說 這個病其實不是那麼好惹 它是惹到你的代謝症候群 代謝系統 它是惹到你的生孩子的能力 所以現在全世界 我們在參加國際會議 有人認為要改名字了 代謝生育症候群 就知道說 其實這個主要是因為代謝 很有關係 所以真的身體方面 體重各方面要控制好 要運動等等的 除了這個之外 中醫 我們又要希望有一些穴位 可以幫我們保健一下了 好 其實像我們中醫講的 跟剛剛蔡醫師說的一樣 中醫就有一句話說 我們中醫在看婦科 就是一個所謂的 用中醫的講法就是我們用 腎 天葵 包公 軟巢來講 就是說它是從我們的腦部 一直往下形成的 所以就取代了說 它是本身軟巢的問題 中醫把這樣的一個 多能性軟巢症候群的患者 分成三類 第一個是腎陽虛 就是手腳冰冷的 因為進來的時候會很痛 會有血塊 再來第二個是屬於彈絲型的 它彈絲型的是最多 中醫有一句話也說 肥人多彈絲 就是胖的人 比較胖 但是你的彈絲就比較多 所以就是說你去看那個 胖胖的人 摸他的皮膚就覺得黏黏的 或者是說臉就油光滿布的 或者像另外一群 它可能屬於干預 干預器智的 干預器智可能就是 本身的工作 情緒 或者生活作息 都搞得非常地不好 導致這樣 預久而化瘀 干預器智的人 大部分都是屬於這種 舌下肉賣很怒髒 因為常常發脾氣 有些時候也會合併有高血壓 或者是面紅耳赤 或者你看他做事都非常地急 月經來的時候都是悶痛 悶痛 我們說腎陽區的來都是 因為我們動作都很快 腎陽區這種體質的患者 他來 月經都是那種腳痛 扭轉的痛 血塊都很多 剛剛講的干預器智型 他月經要出來不出來的感覺 悶悶悶悶在裡面 只要月經一出來 這個疼痛就減緩了 是 我們先解釋這個 痰絲型的 我們有幾種穴位可以用 痰絲型的主要處理是 我們處理它皮筋跟胃筋的 這樣的一個穴道 所以我們會用到 胃筋的豐龍穴 以及皮筋的三陰膠穴 這兩個穴道可以讓人來做按摩 或按壓 都可以用來除痰 立絲 消腫 這兩個穴位我們在腳上 因為要告訴我們怎麼找 然後有幾個指幅 需要脫鞋子嗎 不用 這樣可以 不用 我們說第一個我們講 三陰膠穴 三陰膠穴是皮筋的穴位 它算我們這個竹鞋 竹鞋在這裡 竹鞋往上 三個手指頭的寬度 在骨頭的後面 這邊有一個三陰膠穴 按壓可能會痠 痠嗎 痠嗎 不會 因為皮革 因為什麼 對 第二個點是我們的 竹山裡穴 竹山裡穴在外面 它是屬於陽面的經絡 竹陽明胃經的穴位 我們從腳踝做一個定位 到膝蓋終點做一個定位 這連線總共是16吋 16吋的一半就是8吋 這個地方就是蜂龍穴的地方 對 蜂龍穴一般 在我們中醫來講的話 第一個 它是減肥的大穴 第二個 好舒服的 這個叫女孩子 她只要越進來的時候 腳會水腫 就很好用你的穴 所以它可以消腫 對 接下來介紹這個一般 乾育氣質型的 它可以用到這個太沖穴 太沖穴叫我們腳趾頭 大拇指跟第二個腳趾頭的中間 最痠痛的那一點 我們把腳趾頭撐開 腳的大拇指跟食指中間 這邊有一個突起來的肉點 你把它往下按壓 最痠的臉那個太沖穴 OK 第二個是在我們手上 我知道它是一個人體 讓人洩火對不對 對 之前我們有講過 如果人要生氣的在辦公室 該脫鞋子按一下太沖穴 誰來一直急 很有趣 那個穴位在腳上 這是一個乾筋相當好用的穴位 所以我們應該說 只要人痛的時候 或者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你就按一按太沖穴 腳太沖穴 第二個是介紹我們手 那個三交筋的這個外觀穴 外觀穴在我們手 伸出來 手腕上 三個手指頭的寬度 對 往上這個點 就是我們的外觀穴 對 那三交筋它可以煮我們所謂的 舒暢氣機 是 調肝這個穴位 兩腳也都有一個太沖穴 它是對稱的 對 所以基本上這些穴位 如果沒有那麼搞得清楚自己的 是哪一型的人 按的話 也是一個保健 平常像這個外觀穴 它就很好用 如果像你平常覺得胸悶 或者是常常有人覺得說 中氣白白不順 或者是說 常常就說 需要這樣伸一口氣 你就按壓一下外觀穴 它可以幫助我們 擴展我們的這種氣慾 或者說舒肝解慾 那太沖穴 平常如果有痛筋的就可以使用 OK 對 或者是高血壓的也很好用 最後一型像 腎陽穴型的 就是一般我們常說的 手腳冰冷的 對 或者像剛剛我講的那個案例 它如果基礎體溫 一直高不上來 低 對 或者高低 沒有用高低的那種 雙向的話 我們就會用到這個 腎陽穴的體質 這兩個穴道 像這種 氣海穴 官員穴 這個穴位其實我們都會建議 用熱敷的方法比較好用 氣海跟官員的找法 對 我們可以先定位肚臍 肚臍 肚臍 再來定位屬膝 屬膝 我們這個分五個等分 往下屬上來 第三個穴位 就是我們的官員穴 你可以用最簡單 四個指幅 四個指幅 就是三吋 三吋的中間 就是我們的氣海穴 這就是氣海官員 它都很好用 所以女生有時候 月經來放暖暖包在那兒 是有道理的 對 它會都放在氣海穴 跟官員穴 OK 或者像 我們房間有一些中醫 它會用一個燻脊穴 像一個很像圓筒狀的 然後上面點艾草 放在肚臍這裡 就是在燻我們的氣海穴 跟官員穴 OK 好 所以女生體內有一些惡霸 真的很可怕 你看像多男性軟巢症候群 它影響的層面很廣 不孕 然後接上來可能 年紀大一點 糖尿病 然後還有包括了像是 可能其他的代謝疾病 或者是癌症都來找上你了 這不得了 另外像子宮肌腺症 讓人痛不欲生 它會影響到夫妻之間感情刑法 然後影響到生育 影響的層面非常廣 所以大家把自己的子宮保養好 男生也要照顧女生 阿松回去知道 我笑一下 我說男生也要想辦法 照顧 你要照顧女生 好嗎 OK 那麼我們就下個禮拜見了 健康2.0 拜拜 拜拜